从世界上最强大的独裁国家 来到世界上最强大的自由国家 各位好啊 全世界各地的韭菜难民啊 还有同胞啊 大家好啊 哎呀 上海啊封城了 前不久深圳封城了 再早之前西安封城 然后最早武汉吧 然后中国全国各地轮一面都要封 上海呢是叫不是封城的封城 但是呢 所有的地方封城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突击 不跟你老百姓提前讲不像美国 美国也说包括警察啊 我在美国遇到过火灾 美国先发信息 他也发警报到你的手机里面 跟你说你这个区域 可能要撤离 你要先准备好 你要带什么东西 他有几个颜色让你等级嘛 几个颜色代表不同等级 这个颜色代表说你现在可以 你要收拾一下你的家 家具啊或者怎么怎么弄 他有一个我记得有一个最高等级 好像是红色还橙色吧 他那个意思就是代表你必须要离开 你立刻就直接手机一拿上汽车就走 代表这个 如果你不走的话 当时我了解了一下 你会被抓了 美国他这一块管的比较严 但是他会提前告诉你 让你有足够的时间啊 前面会有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啊 到最后一级你要他会说 必须全部撤离 上火来了 你这个要是不走 那你那你真的是找死找死啊 反映了什么呢 反映了人家这美国人性化 就算叫你走都提前通知你吧 你说中国的老共的上海 武汉是怎么搞的 武汉先说封城半夜三更发布命令 西安也是 这回上海也是 这半夜三更 每个老百姓讲 在这之前呢 3月22日呢 有一个上海的人说 上海快要封城了 大家要记得采购瓜果蔬菜啊 这些食品 结果被抓了 说是造谣 正好等到了3月27号28号 第一号您立刻宣布 凌晨宣布 要封城 你怎么搞 老百姓一上街 菜价涨的 哎呀 下一集我可以专门讲这个具体啊 具体讲 我现在讲的是什么呢 中国共产党这个封城 他跟谁学的 我一想尤其是封锁上海啊 跟大日本皇军学的 大家看一下我旁边的视频 大日本皇军 三亿里地区那么大 你知道姓苏的住哪 那种一家家送 不 全部封锁 断绝交通 你看看 大日本皇军的 全部封锁 断绝交通 嗯 抗日战争那个时代 哎 就有恐怖分子这个说法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我我以为恐怖分子的说法是 9月1日以后 才有的 当然当时也说要举报啊 什么的 确实 先说呢 你知情你你报备呢 赏你一千元 如果你知情不报 啊 严加陈处 那共党不就是这么学的吗 原来共党是像日本鬼子学习的 哎呦 我的大少爷 外面封锁了 封锁怕什么 这给我老头子一个电话 马上接我出去 电话线剪断了 啊 你看 听到说什么的吗 说我们要买米 我们要看病 现在在上海 重复了 我看到一新闻 上海一个女的说 做了个眼皮 双眼皮手术吧 眼皮手术 她要拆线 结果不让出小区 最后医生到到那个小区门口给她拆线 你说是荒唐不荒唐 荒唐不荒唐 还有我看到一视频 一个儿子给她那个老妈妈 都七八十岁的 在家里面送饭 说到小区门口小区不让进 说明不行 哎 人家说 这回家给自己妈妈送个饭都不行 说 就不准进小区了 你说这共产党真的是上尽天良啊 这瘟疫啊 就这个病毒啊 没把老百姓杀死 你这封城把老百姓给杀死了 你想想想多少的那些病患 或者说是老人行动不变了 或者说要抢救了 心脏病突发了 这个中国也发生了 有一个学校 一个女的心脏病突发 就无论进不来 说疯了 包括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啊 透析啊 渗透析啊 高血压啊 这些老年病啊 突然一上来 瞬间不抢救就完 这个死多少人啊 当然党国也不在乎 你这些韭菜死就死吧 老总 家里一科迷都没有 全家饿肚子了 老总 我们干一天吃一天 放我们出去吧 我叫我病得很厉害 让我们出去看看病吧 哇 完全在线啊 今天的上海完全在线 像当年日本鬼子占领上海的样子啊 一个生病的 一个饭吃不饱了 还有一个要出去打工的 没工作的 哎呀 老总 放我们出去吧 老总 放我们出去吧 一定让我们出去啊 就是啊 老总 放我们出去吧 让我们出去吧 让我们出去吧 黄军有令 谁都不能出去 黄军有令 哎 你看这些黑皮啊 真的 这黑皮 咦 这也 共产党也是跟 共产党也是跟 共产党 日本人学的 哈哈 黄军有令 谁都不能出去 哎 这不就跟那个 街道班之处那人说嘛 嗯 上级发通知了 谁都不准出去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哎 谁要买大饼 一块五一个 油桥两块钱一根 各位臭 这都在线啊 高价菜 高价菜出现了 现在上海就出现了 基本上三十几块钱 一斤 你看看 这抗日战争时期就发生了 这边把你围着 那边就开始卖高价菜了 你看看 谁要买 谁要买大饼 我条 这么贵啊 咸贵别吃 少一分钱也不卖 咱们不吃啊 哎 谁要买大饼 一块五一个 是人嘛 这共产党真的是跟他们日本鬼子学了 是人嘛 不挑两块钱一根 视频姐 视频姐 我给你送吃东西来了 到处找你 哎 不许送东西 哎 哎 不许送东西 你违反皇军命令 抓你的警察机器 哎 帮给他 帮给他 帮你的东西来 妈 这是二鬼子 真的是可恨 这二鬼子真的是可恨 必须拿出去枪毙了 这王八蛋了 皇军有令 现在就想起来 共产党那些基层官员爪牙 他也是这副德心了 上面有通知了 不能出去 上面有通知了 不能往里面送菜 共产党现在中国上海还是那样 没变 然后上海人一出门 包括不是说上海 整个中国都这样 吉林我看的视频 包括深圳 全这样 一出去 一看菜价 翻了好几倍 你爱买不买 爱买你 你想买就买 你不买那了 当然这个还是有分等级的 像 大院里面的官员的子女啊 官员的家庭啊 那 还是有鱼有虾 什么都有啊 或者说人家知道消息早就走了 立马坐飞机去日本 去韩国 或者说来美国享受生活了 这肯定的 你再封城能把习近平给封了 中南海你能封吗 啊 习近平女儿你敢封吗 韭菜阶级 一遇到大事 你就知道韭菜是什么阶级的吧 什么待遇吧 你平时没发生 你以为自己是人民为你服务 现在的话 不 现在也是为你服务 现在也是 党确实在全心全意的为你服务 割韭菜也是一种服务 这个 哎呀 黄军 黄军的统治真的是 没法说了 真没法说了 我就说到这吧 好吧 完全在线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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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